花莲县政府10月15号推出了 0918池上强震花莲灾区旅宿业重建实施计划 只要是外县市自由行的游客 在花莲县五个受灾乡镇合法旅宿业住宿 上网登陆住宿发票或者是收据等资料 就可以限领300块钱在定农会礼券 还可以抽特斯拉汽车及勾勾龙机车 预计在11月24号活动截止 民众有把握机会到花莲来旅游 为了协助花莲英国0918池上强震 受灾的乡镇是旅宿业重建 花莲县政府特别批拨1000万元 来推出补助自由行奖励措施 防卫县是自由行游客 身份证之号又开头者不适用 与五个受灾乡镇包括瑞瀉箱 玉礼镇 花莲箱 主席箱 复礼箱 合法旅宿业者住宿 每日房间提供300元在地农业券 将在地优质农特产品买得尽兴 还可以获得大奖特斯拉 以及哥哥楼的抽奖资格 活动推出之后 适逢花莲举办一年一度的太平洋温泉季 南西住宿永越到24号 已经有近1万笔住宿登录资料 接近经费上限 因此活动预计在10月24号提前结束 也欢迎民众在微凉天气 到花莲两大温泉去泡汤 享受花冬中国有独特景色 以及圆明文化 详情以及住宿登陆情商活动网站 记得就会和小伙伴朗